欧界报道,1992年8月,第一碗抗师傅红烧牛肉面在天津诞生,此后,香飘万里,最近,抗师傅控股发布了今年的期中卷,今年上半年,抗师傅共营收309.96亿元,其中,发电链业务营收111.34亿元,同比增长8.4%,相当于一天卖出6000万元。 人稳坐泡面界的头把交易,曾经,一度孤独求败。 在90年代,抗师傅凭借一碗红烧牛肉面,打响全了国泡面市场,11.98元的低价收割了大波泡面粉。 据悉,在当时中国平均每人一年,要吃掉五八方便面,市场占有率居倒不下。 就这样,抗师傅成了中国方便面的代名词。 但是过境先,一块九毛八的方便面不会再有了,就像抗师傅红烧牛肉面,不会再是你唯一的选择。 随后,为了满足各类消费群体的口味,不断推出新产品。 如今,抗师傅方便面的口味,已经达260多种,就连仅仅比抗师傅晚了15天诞生的统一方便面,都望尘莫及。 多年来,抗师傅一度在国内处于孤独求败的境界,直到意外出现,新世纪来临。 统一方便面也迎来了新生,统一研制出了老坛酸菜牛肉面,在喜欢吃泡菜的西兰市场里大卖,随后在全国推广,让很多激进亏损的企业起此回升。 最开始,抗师傅对这个生命力旺盛的大品还抱着不懈的态度。 几年后,抗师傅回过神来,才发现老坛酸菜,已经变为参天大树,挤占着自己的生存空间。 2008到2011的四年时间,老坛酸菜牛肉面的年销售额高达35亿,翻了20倍。 于是,抗师傅无奈低下了他高傲的头颅。 在2010年开始大力推酸,同时推出酸菜排骨,酸菜牛肉,酸菜子鸡三个品类,但仍不敌统一的老坛酸菜。 懊恼之余,抗师傅也不顾吃下难看了,索性直接模仿统一,推出成糖酸菜牛肉面,和老坛酸菜牛肉面只相差一个字,而且也采用紫色的包装。 同时,抗师傅发挥自己的渠道优势,在各大超市搞促销。 果然,这招快逢狠,2011年上半年,统一老坛酸菜牛肉面销售同比增长220%,但是到了下半年只增长了51%,这也热怒了统一。 他开始不于一力,的告诉公众统一,才是老坛酸菜的宗师,之后,便有了汪涵代言的统一老坛酸菜牛肉面洗脑广告,有人模仿我的脸,有人模仿我的面。 模仿在下也不是统一老坛酸菜面,言语坚无不在宣布主权,讽刺素敌康师傅的抄袭。 但对徐正和王宝强代言,康师傅酸菜牛肉面的销量,毫无影响,打压着统一酸菜牛肉面这一核心产品的康师傅,此后更是稳坐钓鱼台。 V子和面子都有了,但危机也来了,人口苦力消退,用户竞争从增量变为浪存量阶段。 此时,除了统一这个对手,康师傅还面临着多重危机。 数据显示,2013年到2016年,中国方便面的年销量如做滑滑期,从462.2亿份跌,到了385.2亿份,跌幅高达16.66%,需求量也在连续下滑。 所以,这次财报李,康师傅表示,下半年要逐步布局高端市场,同时促进泡面的健康化、年轻化、通过在运动、游戏等领域的营销来传播品牌形象,来挽留消费者。 素食借的入局者越来越多,方便面生意越来越不好做,而且,泡面的溢价空间比较小,就拿看师傅的王牌泡面红烧牛肉面来说。 在90年代,一代定价1.98元,二三十年后的今天,价格仅为两三块钱,远远落后于物价的伸展速度,外卖行业的出现,也让方便面受到了暴击。 美味便捷,是长期以来维持消费者,对方便面忠诚度的最大优势。 但在这一点上,外卖有过质而无不及,况且也更符合现代人追求的健康理念。 消费升级下,消费者早已从对价格的敏感,转向了对品牌和品质的敏感。 所以方便面的生存空间逐渐在缩展,一天卖出6000万元方便面,是在消耗康师傅的品牌影响力,还是靠方便面的自身生命力,是面的还是理智。 就像王家卫电影里说的,不到最后,谁又能知道是活成了面子,还是理智。 欧阶传媒Gmedia,6年专注于深度的互联网世界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